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场有近百位长者全家一起参与闯关活动 提前欢度温馨又有趣的母亲节 因为是新红母亲节 所以说呢我们就让办了这一场活动 除了请我们的社长来演讲以外 我们还办了一个妈妈我爱你的大声工比赛 那我们今天来参与的有四代同堂 那我们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子女 能够来孝顺父母 然后能够来关心长者 那今天呢参与的人很多 那我们也很高兴 四代同堂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在我们那个蔡理事长的带领下 跟秘书长的筹划下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办得非常的成功 右手左手轮流很好 这个动作很好 我们的肩膀比较不会一直躲背 这样挤起来身胸很宽阔 现场民众大声说出 妈妈我爱你 声音分贝数进行竞赛 表达对妈妈的爱 并邀请明时新文章的亲社长 进行发扬伦理道德宣导讲座 还有延缓长者失智测试闯关活动 借由脑部、手部及脚部的测试 让长辈们有个健康快乐的退休生活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道